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兩Sir 今次就來到基本功無德妥協性教育的最後一段片 過往兩週我們已經教了大家如何分析政策 用不同的準則和性 這些性也會幫助到我們他日要給建議的時候 究竟有甚麼要考慮呢 但只有準則是不足夠的 各位同學,記緊了,基本功無德妥協 你要學會歸納一些政策的準則之前 當然要懂得給一條計劃 所以,《陳世四大解案》這四段片快快手抬了 尤其是《打了星》的一段,特別重要 除了教你如何給解案之外 亦都教了你用不同持份者的身份作出換位思考 以個人、家庭、政府、教育界的不同身份作出建議 如果你是不懂得回答那些角色題、責任題的話 但這段片簡直是教你爆了 整個範圍非常適合你們去溫習 快快看這段片吧 我們又用不同的議題去演繹一下性 聽多了三幾次 你就對性、準則越來越容易理解得到 面對疫情,封關就是從最防範性、最根本性的角度出手 倒截源頭,不要讓有病的人進來香港,那就搞定了 當然,人家都會封香港關的 亦都不讓香港有病的人進入他們的地方 都可以的 林鄭就說,封關等於歧視 但其實香港政府亦都禁止過湖北省的居民入境 過往一兩年,政府都徵用了不同地方作為一些隔離措施 問題就來了,慈奮者衝突 你又反對,我又反對 不想你的屋苑隔離就是隔離營 20秒就能走到隔離村 而這個所謂慈奮者衝突,其實正正就是鄰避效應 用在堆填區,用在墳化路,用在殯儀館都適用 原來過往的例子,我們都有些很成功的隔離營 其實這次又可不可以去參考一下呢? 又或者,方倉醫院,是嗎? 起日起得很快,裡面的設施準備好了嗎? 又或者,港南分享,親身入住青衣方倉醫院隔離經歷 提供物資夠不夠? 方倉醫院,隔離也好,都是短期性的 長遠地還行嗎? 現在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 還是不是這樣隔離就可以搞定呢? 又或者,全民檢測它的成本效益又高不高呢? 到頭來,都是撤回了,都是押後的 是不是嚇到市民呢? 認受性可能都很低 當人太多的時候,又說已經不是好的時機 因為測親都一定是染病的 到頭來都是居家隔離 當疫情慢慢減退的時候,你再做全民強檢 到頭來檢測就檢測了七百萬人 但原來只有百多人中招 那即是勞民傷財 如果這樣看的話,兩者皆輸 還需不需要去做呢? 又或者,社署向內地急拼得千名院舍護理員 曾經有一段時間,老人的院舍其實是有大爆發的 不夠護理員,請內地人 唯一的條件就是懂得說廣東話 香港大把,很多失業香港人都很想做 那招募是不是有一定難度呢? 在香港請人真的這麼難嗎? 請了一些內地的護理員下來 是否只做三個月呢? 做完三個月之後 就說疫情還是很嚴重,繼續請 久而久之就由一份短期工變成一份長工 其實過往一年,梁雅Sir拍了很多有關於疫情的影片 當中也牽涉到很多通識元素 人生的四大衝突 有不同類型的新聞 做了綜合,抽取了概念詞 每個詞份者他們思考邏輯如何 都已經拍了影片給大家 還有疫苗風雲 貫穿了社經正環文科人的黃金疫情議題 都已經拍了給大家 有筆記下載 也有文憑史的深入淺出 DSE套路也都教了給大家 提形有限,議題無限是兩次的教學概念 在剩餘的這段日子裡面 一日一段全都報了它 保證你通識一定有進步 另一個議題就是動物有善城市 原來不單止香港 其實世界各地有很多約束問題都很嚴重 打到口腫面腫,打到手斷腳斷 香港需不需要成立一個動物警察保護組呢? 還是法例就在這裡 但是執法不善,到頭來都是放生罪犯 虐待動物十宗,投訴得一宗入罪 究竟阻嚇性大不大呢? 或者有些慈分者覺得政府立這個動物保護法案實在太邪 沒有阻嚇性,到頭來的人都會繼續約束 或者有些慈分者會覺得只是佛不夠全面 判刑之外都要有生命的教育 原來教育都有它的必要性,亦都是它的根本性 只要教導人好好尊重生命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約束的事件出現 第三款就是面對欺凌 三不逢時,大家總會看到不同學校有些同學被欺凌 無論是很實體的,或者是網絡欺凌的數字 其實都是在不斷增加的 在這麼嚴重的問題下 我們沒有必要實行這個網絡實用制呢? 阻嚇性高不高呢?可行性又大不大呢? 人肉起底了,當初沒有資料都起底下 現在網絡實用制的話,就更加容易起底下 你欺凌人,別人起底下,你會不會害怕呢? 你是怕別人起底下,還是怕被法律罰你呢? 而欺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之所以這麼高 是因為它嚴重損害了青少年的新心理發展 那我們又應該怎樣做呢? 新聞也有說,原來不單是學生欺凌 原來有一成家長都參與欺凌 那我們應該是要教家長,還是教個小朋友呢? 除了罰那些欺凌人的人之外 我們怎樣去幫助一些受欺凌的人呢? 無論他是青少年還是成人 怎樣去增強他們的情緒抵抗力呢? 原來都是教育的一方面,很長遠的發展來的 又或者,有了網絡實用制之後 會不會更加容易起底 是會引發到另一款的網絡欺凌 就是網絡公審呢? 但他的性質是公審還是公報私仇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欺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之所以這麼高 除了損害了新心發展 甚麽是有關於生與死的 是要多重的法律才能令人 不會再欺凌其他人呢? 下一個議題 面對低碳經濟 氣候問題非常嚴重 冰封內蒙古零下47.8度 熱浪集日本37度 2萬人中暑 最快12年之內全球氣溫上升1.5度 極夏季會無病 珊瑚礁會消失 水位上升的話 住在低蛙地區的人 生命也會受到威脅 剛才看日本2萬人中暑 57人死亡 看看歐洲2003年死了7萬多人 俄羅斯死了5萬多人 不單止對經濟、對環境、對人的生命 都有危害 一個這麼嚴重的問題我們怎樣解決呢? 碳交易會不會是一個方法呢? 透過碳交易的機制 能否能鼓勵到不同的企業去進行減碳呢? 因為如果你排放太多碳的時候 你就會被罰款 還是吹生了一個碳交易的市場出現 從而令到氣候變化都成為一門生意呢? 又或者透過推動碳稅或者能源稅 能否令企業 真是很積極地因為這個經濟有因 而去減少排碳呢? 當我們在衡量企業的利益 以及整體社會的人民的健康 整體社會公益 或者環境的氣候變遷 迫使企業一定要負擔這個責任呢? 因為很多科學家研究都顯示 只要氣候變化過了一個臨界點 就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情況 能源稅、碳稅、碳交易、航空碳 又可不可以是一個辦法呢? 當中又會有什麼爭議在背後呢? 其實有一個指標是可以告訴我們 某些環保政策有沒有效的 就是看看企業的什麼反應 如碳稅、污者自負、能源稅之類的政策 企業一定是站出來說的 就會說這件事無效無效無效 透過逆向思維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非常有效 所以才牽涉到他們的利益 所以控制1.5度升溫是否有危機呢? 難不難去做得到呢? 所以研究顯示我們需要去限制 全球最富有1%的人 他們很奢侈的碳排放 還是我們又是還原基本步 好好教育我們的人民 負上公民的責任 愛惜環境減少污染才為上策呢? 講完幾個議題之後呢 現在我就要教大家 梁sir在通識教育心法的其中一個系列 就是教育無敵論 我相信你老師都會教過你 這個教育無敵論的前世今生 是教大家怎樣爆些建議出來 由無到由 回想當日天地錯開 問題發生之前是沒有問題的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教育得好 人人愛護對方 不會偷騙拐騙 不會殺人放火 不會濫權濫捕 不會貪妝枉法 總之所有問題都沒有出現 我們都愛惜環境 不會造成污染 天地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開始以餘我詐 開始互相討伐 開始有人打家劫 寫殺人為樂 什麼說好話 做好事傳好心 我屁 選人利己 甚至乎選人不利己 就天下最卑鄙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怎樣做 想辦法罰他們 換算現代的話 我們要怎樣做 要立法 立法的時候 要諮詢民意 諮詢民意的時候 是不是認受性問題 怎樣立法 怎樣算為之犯法 犯法 怎樣罰法 罰得有多重 阻嚇性夠不夠大 討論完一大爛餐 然後就立法 立法 立法就要執法 但執法 是不是一定能夠執法 剛才我們看動物保護法案 就知道 有法都不一定能夠執法成功 所以我們要加強執法 加強巡查 是不是又這麼容易呢 很簡單一個道理 他日要垃圾徵費 你又知道垃圾是我的 垃圾寫了我的名字嗎 不可能 就是執法不行 就要加強執法 加強執法都不行 就要監察 甚至修法 如果監察和修法都不行 那些人就會說 教他們 佛不聽 就教 但當初教是聽的話 就不是教 所以 教育無敵論的前世今生 是在於 當立法執法 加強執法 修法都搞不行 就回去教育 但你會發現我們有個吊詭的情況 當我們越希望和平的時候 有些國家總是有一些好賤的領袖 我們欺騙自己說要維護人權 但我們仍然購買一些由剝削勞工的血汗工廠所生產的產品 我們希望有乾淨的空氣 但我們就繼續污染我們的環境 我們希望科學可以治療到疾病 但我們就不願意去改變一些會損害我們健康的生活習慣 所有東西 教育行先的 各位朋友 但有一天問題發生了之後 我們才想補救方法 如何醫好你的病 如何用科技去解決環境問題 如何用武器去打死人 如何立法去監管血汗工廠 全部都是廢的 如果問題出現了之後 你才想辦法補救 你永遠都跟不上 我們會相信自己戰勝到疾病 飢餓恐怖主義 貪裝妄法 安全腐敗 其實我們都是自欺欺人 認為我們可以不用改變現有的生活模式 你錯了 你是輸在心字 因為你心華怨恨 不擇手段 之令人心背向 你是被自己的歹心所害 一切與人無由 與其開攤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倒不如我們老實承認 我們打從一開始 就不相信預防性於治療 我們相信 人是性本樂 對 有法律就有法律 是這樣的 但是你甘心嗎 我一點都不甘心 我經常教我的學生 世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不可以再是這樣 經過這三段性教育 除了幫你清一下概念之外 亦都很好明白到通識科 在社會的重要性 不要走 還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好 各位同學 又去到好東西要分享的時間 今次這裡我抽了十個 很常見的通識結門議題給你們 在接下來的這個最後直路的日子 去溫習融 有一份筆記有個議題的背景 有一些相關概念詞 亦都有問題和論點 給你們作為溫習之用 這段是最後的影視片 之後還有其他的筆記和議題 去給大家 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說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